視像會議軟件Zoom上個季度的業績 幾個指標都是超乎預期 業績前股價是再創新高的 有無力再向上衝呢阿范 我見到華爾街分析師對Zoom的業績看法都挺正面的 無論是收入、盈利都以倍數升幅 收入升近一倍七 有三億多美元 盈利升幅就更加驚人 超過百三倍 說的是賺二千七百萬美元 而去年同期只是賺二十萬美元 展望同樣都很樂觀 預期第二季度 收入按季最多升百分之五十二 達到五億美元 全國採鏈 預計就有十八億 再看下去 拆細來看 美國以外的收入都急升超過兩倍 佔比中不夠兩成 升到兩成半 原因就不難理解 因為在封城鎖國的情況之下 甚麼都是遙距 開會也好 簽約也好 甚至是跟朋友聊天 都唯有靠視像會議來繼續運作 給多個數據大家參考 就是Zoom提到 員工人數超過十一個人的客戶 都升了超過三倍 新客戶和現有客戶的擴張 正正就是付費用戶 市佔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今次直至四月底 Zoom持有現金十一億美元 但只不過我見Zoom今年內的股價 原來累積已經升了兩倍 市值達到六百億美元 只用了三天的時間 市值也多了一百億美元 會不會似乎升得急了一些 那就要視乎下載量 可否可以維持下去了 看回Sensor Tower的數據顯示 Zoom在全球的非遊戲下載量當中 由四月時的第一位 跌到現在第二位了 僅僅是其次於抖音 隨著更多的國家重啟經濟 六月的數字就不知有多大變化了